不使得要提高音量 向老人家重复多几次 即便所说的普通话带着台湾腔 也要确保老人家了解相关的详情 这就是台湾青年张家英 在广州的志愿活动首秀 他坦言有点小压力 感受就是觉得 我要赶快把粤语学习来 沟通上可能有点障碍 还是努力把粤语学好 在志愿者中来自台湾的 除了张家英 还有来自台北的陈振玲 以及在居民接种留官完成后 给他们发放礼物的 则是张家英的姐夫柯正良 他已经在广州从事纺织贸易 二十多年 这一次就是他把小舅子 带来做志愿者工作 在上个礼拜 看到说很急需志愿者这一块 所以我们就请我们的青年会的秘书长 跟台办反映说 我们有想要来参加这个志愿者的活动 那台办他也是很积极地帮我们协助 广州近期天气多变 但不变的是疫情防控第一线 对志愿者的需求一直存在 广州市海州区江南中阶党群服务中心 正在推动该社区群众接种疫苗的工作 三位台湾青年在看到招募信息之后 就报名参与了进来 其实刚好昨天打完第三针疫苗 那不管是哪一针 其实都有看到蛮多这样的志愿者 使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是从小在课本里面学习到的嘛 那当然有办法 用之于社会的话 就一定要有机会就来做这样的付出这样 为什么会想要参加就是因为我来广州十年了 然后政府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或者是像这一次的疫情也给我们那个免费的核酸减打疫苗的 那我也想要回馈给这个社会做一点心力这样子 张家英负责为接种疫苗的居民 录入疫苗接种信息 打印表格 和老人家的沟通 有时候比较费力 旁边的其他志愿者也会给予帮助 陈振林则是在门口负责引导 要检查大家的健康码 应对街坊提出的问题也是他的职责之一 柯正良和陈振林在广州都有自己的公司 他们都是放下自己的工作来志愿服务 而张家英则是刚到广州半年 和搭档开始在大陆创业 对未来正有无限的憧憬